阿珠是家里的独生女,因为没有儿子传宗接代,阿珠一家在村里饱受欺凌,受尽了冷脸。 虽说如此,父母还是把阿珠视为掌上明珠,宠爱有家,但阿珠好强,男孩子能做的事情他也要做,单水砍柴做农果,样样不落后,尤其一手跑剑术,长到十五岁,竟然成了村里最出色的恋人,男孩们都被他比下去了,阿珠靠着出色的打猎本领,改善了家里的生活。 可是随着年纪长大,村里人却开始说闲言碎语了,八股阿珠是个男人婆,哪怕长得再漂亮,将来也嫁不出去,这话越传越广,阿珠到了十八岁,居然没人上门提亲,可把父母瞅白了头,阿珠却没当一回事,说不嫁人更好,留在家里孝敬父母,一家人永远在一起,父母听了直骂孩子。 这天,阿珠出门,看见一头巨大的黑鸟飞过,阿珠追着黑鸟翻山越岭,跑了十公里,追到了一处断崖,无路可走,眼睁睁看着大鸟飞走了。 阿珠去喘吁吁吁坐了下来,竟然发现黑鸟在家顶下了一只蛋,阿珠又累又冷,干脆就生了一堆火,把鸟蛋烤熟吃了。 没成想,吃完鸟蛋刚回家,就肚子疼,到后来,肚子不疼了却裹起来,一天比一天大,父母请来郎中,一把脉。 竟说,阿珠有喜了,全家人都吓猛了,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,村里什么难听话都有,说阿珠白了跟严重,连孩子父亲是谁都不知道。 消息越传越广,阿珠的名声算是臭到底了,村里人路过家门口,都要吐口唾沫骂一句,部落首领不知怎么的也听到了消息,竟然三枚六聘,一顶大红花匠,还到了阿珠的家门口,把阿珠娶回了家。 村里人吓得再也不敢说坏话了,阿珠怀孕三年,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,生产这一天,天空中铺天盖地都是火红色的霞光,部落的大巫师补了一挂,说天命玄鸟,将儿生伤,这孩子命里大富大贵。 果真,孩子长大后天赋异离,一捧诸多部落,成了开国皇帝,阿珠母与子贵,成了最尊贵的女人,回村醒亲那天,村里那些说过坏话的人,吓得崩溃大哭,为求原谅,如果你是阿珠的话,要严惩他们还是原谅他们? 感谢观看